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這邊的商品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Monkey Power 最新的這個排氣管 就是反折管 然後呢 這個 今天安裝的車型呢 是S-MACE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頭子呢 在今年度呢 設計了一組這個排氣管 那也是目前各位所看到 這個最新的一個款式 這個是一個反折的管式 那基本上就外觀的視覺來看呢 是非常好看的 它其實打破一般傳統排氣管的 一個製作的一個方式 然後呢 目前的設定呢 全部都是一個靜音的設定 那我們看到說影片中 在這個尾段的部分呢 最顯眼的是有最佳的一個這個 消音的一個小的一個筒聲 那這個筒聲的目的呢 是為了讓一般的靜音管 然後 經過這個小筒聲之後 會讓它更小聲更小聲 所以其實這支排氣管的聲音 非常非常的安靜 然後 互片的形式呢 由之前的M卡 改成了目前現在各位所看到一個 飛碩的形式 然後呢 造型有一般的一個圓弧形的平面 改成了這個比較有靈有角的一個地方 然後從頭我們來看 然後 S-MACE FORCE呢 它是用一個兩段式的一個插入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呢 頭段接出來之後 在中間的地方 會有一個小變大的一個這個方式 這樣是保持這個 有一個適當的回壓 然後經過中段出來之後 用三節插入的一個製作方式 連接到了尾段的一個筒聲 那當然 後製呢 最引以為要的就是 每一支排氣管都是一個手工的一個焊接 所以它焊點呢 是非常的精緻 一點一點一點的非常的細微 然後在上面的吊架的部分 那有一個MonkeyPOW的一個企業LOGO 那為了讓這個 上半部的一個吊腳的筒聲呢 吊腳的一個部分呢 能更加的穩固 在這個鎖定的地方 那MonkeyPOW也製作了一個 鋁合金的一個 加強的一個 這個墊片 OK 確實的讓它盡量不要讓 坦氣管有多餘的一個震動在 那上吊腳的部分呢 也是有這個 兩層式的一個設計 吼 為了就是讓這個 排氣管能更穩固 然後我們來看下吊腳的部分 下吊腳的部分呢 也是有這個 當然也是有白鐵的材質 那相同呢 也是有這個 嗯 鋁合金的一個厚墊片 來做這個 這個 顧鎖的一個動作 那小桶聲的部分呢 有一個 MonkeyPOW的一個 7A LOGO 那整體來看呢 在外觀上看起來是 非常的特殊 然後極具這個 外觀上的一個視覺感 那聲音方面呢 應該是大家最關心的一個問題 那MonkeyPOW在這一點呢 也因為這個靜音的一個設定 在最佳的一個 這個反折的一個小桶聲 所以在設計上呢 其實聲音非常的安靜 非常的安靜 讓我們實際上來這個 發動聽一下 然後跟各位這個 車友們說明一下 這個同學呢 他這個 車子 有挖空力 所以聲音呢 進氣的聲音會比較大聲 那一方面我們現在是在室內 所以聲音的共鳴會比較大 那我們把這個聲音呢 一樣都是把它控制在這個 呃 非常小聲的一個範圍 呃 其實我們在室內 現場聽起來的話 聲音呢 跟原廠管的聲音呢 其實基本上呢 差不了多少 都是非常的安靜 然後還是有這個 頭子這個 傳統的這個一個 有點類似打鐵聲的一個聲音 相當的一個清脆好聽 那當然 這個設計呢 也不用再擔心說 你這個 盤氣管呢 會去 這個 噴到別人啊 等等 喔 其實 外觀來說上 就非常好看 那 S-Mass 那 我們排氣管小睡一下齁 因為這個同學 他有改架大胎 呃 呃 還有這個針刀座 所以呢 他這個 排氣管離地面呢 基本上是貼著的 不太能讓他動 那我稍微短速拉一下 聽一下 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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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聲音呢 還是屬於靜音的一個設定 噢 然後 是希望 孫逸 Hulk 的朋友們的 也可以參考看看 當然 歡迎到壞格 參務機器的清秘 來作 defended SKYON 來作一個選購 那我們 有多款 車型都有獻貨公立 謝謝大家 謝謝常常常 這個